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新闻动态 加州中华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 日前在工业市举办第二度年会及预秀奖颁奖晚会 向美国国会议员赵美鑫等杰出人士和企业 颁发终身成就奖等七个奖项 希望以此服务社区为社区树立正面的榜样 加州中华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任菲比表示 今年年会的重点是颁发表彰杰出人士和优秀企业的预秀奖奖项 希望通过颁发这个奖项 挖掘社区不为人知的专才和成功企业家 以及在社区活跃并具有正能量的成功人士 为社区树立正面的榜样受到正能量的鼓舞 任菲比表示 很多华人都喜欢开连锁店 为此协会请到受到表彰的国际著名连锁店 71大洛杉矶地区的高级主管做主题演讲 为华人朋友介绍申请开设7-11连锁店的步骤和程序 加州中华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理事长李渝妙林表示 过去一年在会长领导下 会员努力下 协会奉献社区公益事业 为会员和企业搭建平台提供服务 今天颁发7个奖项 提向了协会集结来自各行各业的女性精英 相互交流和学习 共同成长以及服务社区的宗旨 在新的一年 协会会更好的服务社区 会务工作会更上一层楼 今年是我们加州中华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 第二年的年会 那基本上我们今年的年会是着重于颁奖 我们的奖叫玉秀奖 主要这个玉秀奖是想发掘社区里面 一些隐藏性的不为人知的一些专才 或者是成功的企业家 以及在社区里面很活跃 但是有非常正面能量的这样子的成功人士 所以我们今年颁了7个奖 我们是希望说我们每一年年会 都以这个玉秀奖为出发点 因为我们希望给社区带来一个正面的指标 同时我们希望来到我们版会的人 不但是来开心 有这个表演节目可以看 也有颁奖 有这个正面的指标跟启发 可以去大家去领会 我们将为技术共同努力 我也希望负起这个交责的责任 让加州中华工商妇女伪办得更好 在颁奖晚会上 向国会议员赵美新颁发终身成就奖 向好莱坞华裔女演员桃红颁发社区风云人物奖 向杜佩华颁发社区服务奖 向徐凤丽颁发杰出女企业家奖 向高盛颁发创意企业奖 向7-11便利店颁发精英企业家 在晚会上 加州中华工商妇女企业管理协会 还与美国海南会馆副会长许志明 签署了设立海南省办事处的签约仪式 并向荣誉顾问团成员颁发了品书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